《道德经》中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讲天道讲自然 其目的无非是让人施法自然 学习圣人纯真的心灵和厚重珍贵的人格 为人处事唯有厚道方能持久 做一个厚道的老实人 就一定能受到上天的眷顾 老子云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 处其实不居其华 我们的老祖宗讲中数之道 讲天道 都是想教我们如何为人 君子以敦厚力深 不居于浅薄 朴实纯真 不居于浮华 如果想要积累人格的厚度 那就要真诚善良 勿实淳朴 不因小事计较 不在大事大非上糊涂 先人后己 为人着想 唐代判官任迪简 在赴宴时迟到 按规矩罚酒 世卫一时疏忽 竟然把醋壶当成了酒壶呈上 结果任迪简喝了一口 酸不可耐 正要提醒 忽然想到 此事点破 是为难逃杀身之祸 于是乎 任迪简咬紧牙关 硬是一饮而尽 相传当时是 吐血而归 此事传出 满城轰动 人人都为任迪简的人品 赞叹不已 这种厚道 是大丈夫的胸怀 是气度与担当 厚道是一种心量 更是一种精怀 他摒弃了世俗的斤斤计较 释放着容纳百川的 巨大力量 二 与人为善 立命之机 老子云 勿获损之而易 获益之而损 老子认为 物极必反 器满则轻 不能做超过限度的事 不要误以为 为他人付出 会损失自己 在我们做力所能及的事 成全他人时 自己的获得是无量的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我们所做的 其实也在成全着自己 一位农夫在干活时 发现了一个在沼泽中 挣扎呼救的小男孩 于是跑过去救起了他 男孩的父亲是一位富商 为报农夫教子之恩 他出钱 让农夫的儿子 上了当地最好的医学学校 几十年后 农夫的儿子学有所成 他发现了治疗结合病的青霉素 而富商的儿子 在一场大病中 因为这种青霉素 幸而得救 那位青霉素的发现者 是著名的医学家弗莱明 而得救的富商的儿子 就是英国首相 丘吉尔 人生是一个奇妙的轮回 我们帮助别人 也会以不同的形式 受到他人善意的馈赠 与人为善 是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像古圣先贤 所期望的那样 甜淡安详 老子云 以其中部自为大 故能称其大 一个人的实力 不是夸夸其谈的口才 而是使人心服口服的实力 一个令人尊敬的人 往往是既有才能 又谦虚谨慎 受人欢迎的人 春秋时期 魏国人孔宇 谦虚好学 勤奋踏实 他死后 魏国的国君 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 人们就尊称他为 孔文子 孔子有个学生 叫子贡 也是魏国人 他认为 孔宇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称他为孔文子 评价过高了 他觉得不能理解 就去向孔子请教 子贡说 孔文子有什么了不起 凭什么要赐给他 文的称号 孔子回答说 孔语聪明好学 勇于向地位和学识 不如自己的人 虚心请教 而不会感到丢脸 所以要赐给他 文的称号 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 顿时感到心悦成福 古往今来 在为人处世中 忠厚老实 一直是不变的信条 忠厚为人 终究会受到上天的眷顾 忠厚处世 一定会赢得 他人的认可和尊重 如果你身边有厚道之友 请格外珍惜